現在住的這間就是目前最大間了 最大間的了 對 接下來應該會再換回小店 就是在等到他們兩隻都離開我之後 只剩我一個人 我就會覺得就不用住這麼大的房子 因為打掃真的好累喔 天啊 所以妳現在是買房子 是買給狗住的耶 每一間房在我換房的時候 賣掉的時候都讓我 存到很大一筆金的金額 才有辦法從小套房15坪換到現在 對 就是我每一間賣掉 幾乎拿回來手上都有 九百一千萬 一步一步 我會比較建議 如果現在年輕人想要買房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量力而為 沒有一定要第一間房就買在蛋黃區 我們來歡迎今天的豪宅主人 慧如姐 哈囉 大家好 現在你們看到的是入門的玄關 然後有看到其實這個家的主人 是他們 妳的三個老闆是不是 對 我的三個老闆 對 然後有一位已經過世了 然後另外兩個現在還健在這樣子 那我就是很喜歡狗狗 所以我就覺得入門的玄關 要有個端景的時候 我就想說把他們的照片 放在這裡 然後這裡就是我入門的這個廊道 那這個廊道當初設計師 就是做了有一點像星光大高 又很長 因為我很潔癖 所以我就會把所有的東西 都要放到他的 這裡也是 眼不見為景的概念嗎 對 都聯繫成七對我他自己的家 你直接把他們統一集中在這 就是當初就已經規劃好了 所以還有配電這樣子 因為這已經是我的第四間房子了 所以我已經有裝潢過 四間房子的經驗 所以我就希望 我在這間房子裡面 把錢花在 平常會用得到的設備上面 我現在看到就是腳底下放了一個 很大面積的白色地毯 有養寵物 我以前也是養狗 我根本也不敢在家裡放地毯 更別說是白色 所以我說我家的狗算自愛 真的是教得好 對 這張地毯已經有十年的歷史 真的假的 大家會以為說 我在新家才買的 沒有 怎麼可能 超級乾淨 我早在我的第二間房的時候 就買了這個地毯 那怎麼照顧這個地毯 我就跟你講 我很潔癖 是要吸 要洗 我每一天都會吸 我的前三間房 都沒有做過開放式廚房 我很想 但是就跟你講的一樣 就是又愛又怕 對 因為畢竟我們台灣的 這個做菜方式中式料理 都是用大火炒 油煙 然後他做了一個很巧妙 他把料理區做分隔了 好聰明喔 這裡因為原本是浴室 所以它有對外窗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窗 然後你要炒菜的時候 就再把這個門關起來 你知道你的廚房 這些設備看起來 會讓人家覺得 你這個是一個 就是那個 名廚的家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 微烤箱 微波烤箱 它就是微波爐加烤箱 所以如果 你有一些吃剩的披薩 第二天還要 你就可以用烤箱的方式 去幫它加熱 面這三台 這幾台又是什麼 這個是電氣櫃 但是這個電氣櫃的作用 不是讓你伸縮 它就是希望你煮飯的時候 不要把它拉出來 因為我知道用電鍋的時候 會有水蒸氣 對 所以它這個電氣櫃的功能 就是當你裡面有水蒸氣的時候 它會自動抽風 那這個是我最推薦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也是大概兩萬多塊一台 這叫真空機 它現在在洩氣 因為剛剛它裡面是抽真空的 對 對 所以你拉出來之後 我現在下層是放狗狗的食物 因為這些食物都是開的 然後開了之後是會受炒 對 所以你把它放在真空機 它關起來的時候 裡面就是抽真空 所以這個食物就不會受炒 你甚至連這個都不用瘋孔 它就是不要讓你瘋孔 它才能把這裡面的空氣 都抽真空 對 好方便喔 然後上一層我就是放咖啡 因為咖啡豆也很怕受炒 對 所以我就把它放進去 還有我未吃完的一些零食 洋芋片 我真的試過 我一包洋芋片吃一半 放在這裡放一個禮拜 再拿出來吃還是吹的 那像比如說 我看很多人的中島 不敢選這麼淺色 因為畢竟中島上面 你會做一些料理 有一些汁液會噴濺 這個難道不會吸汁嗎 這個道具是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在這上面畫都不會 哇塞 所以我可以簡單的切菜 切水果我就在這裡搞定 都可以 這個空間 這邊原本的原設計 就是廚房在這裡 所以廚房連後陽台 對 然後把這邊變成了一個 我就是放鞋的鞋櫃 就所有的功課鞋 都是放在這裡 還有我平常喜歡 潛水跟露營的設備 全部在這裡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後面有個後陽台 所以它可以通風 對 你就不會覺得 這裡很臭 這邊就是慧如姐說的 1.5個房間的 其中0.5 我看你好像滿喜歡 原子小金剛 原子小金剛 它是不同時期喜歡的 這個是大概是在我 國高中時候 然後我喜歡的東西 都喜歡圓圓圓圓圓 真的耶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叫做 C.I. Boys 對 就是在我20初頭歲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如果有在收集公仔的人 應該會很清楚這個公仔 這裡就是我的主臥房 就很女生 因為是粉紅色的床單 然後粉紅色系的 那是玫瑰金吧 對 玫瑰金 然後我這個房間 為什麼會走這個色系 其實是為了 我的浴室的馬桶 為什麼 所有人聽到都很奇怪 我這個房子買了之後 第一個買的東西 是浴室的馬桶 這個就是我的主衛浴 然後是這顆馬桶 因為這顆馬桶 是玫瑰金邊的 我就會坐在馬桶上 去沉思 早上是當作是一個 醒腦的時間 因為有時候 馬桶的位置 跟大小不太對的時候 你坐久起來會屁股很麻 因為看了那個 許維恩 他那時候裝潢新家的時候 有特別介紹這顆馬桶 然後我就覺得 第一 這個馬桶很漂亮 然後包括這個 超風的 不過我現在發現 你裝在這裡面 那你在洗澡的時候 其實是錯誤的 因為以前都是裝在這裡 然後我就會覺得 這裡面是濕的 好像都沒有辦法讓它 真的被抽乾 對 所以我就說 那是不是裝錯 一定要這樣子 然後設計師說 沒有人這樣裝在裡面 因為我發現 你的衣櫃沒有門擋住 對 可是通常人家 就是會把它擋住 看起來就是更整潔 更乾淨 不喜歡有門的原因 是因為 東西會有一種 一直往裡塞的感覺 我有牛仔褲 還有休閒褲 所以應該要怎麼掛 這其實有一點錯誤 本來這兩排 都應該要掛褲子的 不小心被佔領了 但是這個衣服多到 沒有地方掛 所以他就只能這樣子了 這麼說起來 你真的是一個中性的人 你沒有什麼裙子 而且這些都是因為工作 我才會 要不然我平常根本不穿洋裝的 有一點是很厲害 我現在很少看到 有人還有在用這個 小桌鋪嘛 這個最好用啊 裝滿了就要拿出來 然後一年之後 就會把它去結算 然後我會把它當作 我一年的旅遊基金 原則上我存錢的概念就是 出去一定用鈔票買東西 真的喔 因為用鈔票就會有零錢 對 所以如果我今天只買十塊的東西 我用一百塊我就有九十塊 那我不想要放九十塊的 在我 九十塊的零錢 在我的皮夾裡 所以我回來就會把那九十塊 全部都存進去 強迫儲蓄的概念 對 會有過有一年出國的時候 光這個鋪滿 全部加起來大概有八萬 太扯了 它可以把一張紙料了 現在做的這間 就是目前最大間了 最大間的了 對 接下來應該會再換回小鵝 因為年紀來越大 不需要再住這麼大的 就是在等到他們兩隻 都離開我之後 只剩我一個人 我就會覺得 就不用住這麼大的房子 因為打掃真的好累喔 天啊 所以你現在買房子 是買給狗住的耶 對啊 就是現在就是自己 就是工作上 還有能力的時候 可以讓自己 就是即時行樂 而且我買這麼大的空間 但是我的總價 比我的上一間房子的總價 還要低很多 真的喔 對 每一間房 在我換房的時候 賣掉的時候 都讓我 存到很大一筆金額 才有辦法從小套房 十五坪換到現在 對對對 就是我每一間賣掉 幾乎拿回來手上 都有九百一千萬 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把上一間房子 賣掉的時候 我做了兩個人生最大的決定 第一個換房嘛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開了寵物旅館 所以這兩個東西 都是需要陷阱的 一步一步 我會比較建議 如果現在年輕人 想要買房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量力而為 沒有一定要第一間房 就買在蛋黃區 我覺得可以從邊邊開始 因為妳好入手 好 今天謝謝惠如姐 帶我們參觀妳的家 超漂亮 然後兩隻狗狗很熱情 很吵 不會